美国等一些国家不断对中国军机拦截行动进行操作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月2日发布独家报道 宣称一架解放军歼11战机 于上周日在南海上空危险拦截一架加拿大军用直升机 逼向后者发射干扰弹 家方声称这一行为有可能导致直升机坠毁 对于美西方国家这样倒打一耙的说法 中方此前已多次搏斥称 外国战机不远万里到中国家门口炫耀武力 是造成海空安全风险的根源 也不利于本地区稳定安营 关于这次所谓危险拦截 CNN援引加拿大海军护卫舰沃泰华号上 加拿大少校罗布米伦的表述报道称 事件中加拿大旋风直升机就是从该舰上起飞的 米伦对CNN表示 10月29日家中军机在南海有两次遭遇 双方距离最近时为100英尺 当时加拿大直升机正在搜寻一艘此前被发现的潜艇 他还声称 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曾多次看到中国飞机接近固定一飞机 但对直升机采取类似行动是罕见的 这已不是近年 美国加拿大等国第一次炒作中方在家门口威胁拦截了 据CNN星条起网站等多家美媒此前报道 美军印太司令部宣称一架解放军歼11战机 于10月24日在南海上空抵近一架美国空军B-52轰炸机 最近时巨美轰炸机不到10英尺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同月27日在记者会上回应称 美国军机不远万里到中国家门口炫耀武力 是造成海空安全风险的根源 也不理于本地区稳定安宁 主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时间再往前 据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0月16日 加拿大指责中国军机日前在中国沿海国际空域 以不安全不专业的方式拦截加方一架巡逻机 事实真相就是 加方军机不远万里到中国家门口自事挑衅 中方依法依规处置 加方应当尊重客观事实 停止散布虚假信息 毛宁同月17日这样驳斥道 他表示 近年来 加拿大军机已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借口 频繁对中国抵近侦查并挑衅 需要强调的是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从未授权任何国家以执行决议为由 在他国管辖海空域部署军力开展 间谍侦查活动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执行决议为名 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 中方敦促加方正视事态严重性 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 10月26日下午 在中国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我们注意到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对美方炒作中国战机 危险拦截作的回应 美方在前期发布了一些图片视频 但我们还没有看到中方披露相关证据影像 请问中方是否掌握并提供相关资料 对此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小强调说 要高度关注事情发生的地点 中美舰机近距离接触的地点 均是在中国周边海空域 它不是发生在墨西哥湾 也不是在美国西海岸 而是美方跑到中国家门口来挑衅滋事 你若不来 我能拦你 美方想一边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 一边不受约束的挑衅滋扰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截备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